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时政评论 岳山,中共卫星发射腐败内情值得关注 台湾大选前夕,中共发射卫星1月9日飞跃台湾南部上空 引发台湾发布国家级防空警报 而在中共火箭军遭当局整肃的当下 同时承担导弹发射的卫星发射中心的腐败内情也值得关注 多名被免降临与两大卫星发射中心有关 根据公开资讯,中国共有四座卫星发射中心 包括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和文昌卫星发射中心 隶属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其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第27试验训练基地 和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第20试验训练基地更为知名 训练基地司令员对外又称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训练基地政委通常间发射中心党委书记 这些卫星发射场同时也是中共的导弹发射基地 均改前隶属军方总装备部 2015年底转立战略支援部队 1998年组建的总装备部 也在2015年11月改组成立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去年12月29日被缅人大代表的一批将领 包括空军前司令丁来行 火箭军前司令周亚宁 李玉超 火箭军副司令李传广 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洪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震忠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原副部长张玉林 现任副部长饶文敏 南部战区海军司令 南海舰队司令居兴春等 这九人还有此前被缅国防部长的李尚福 军备职与装备腐败有关 查看这些人的发迹路径 多人与西昌或九泉这两大卫星发射中心有关 其中李尚福1982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 即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 曾担任副主任副司令 并于2003年12月升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司令 2013年9月任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 2014年12月任总装备部副部长 2017年9月接替张又霞 出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张震忠曾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参谋长副主任 2013年9月接替李尚福 担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司令 2016年8月升任火箭军副司令员 2022年3月出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张玉林于2004年至2008年担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司令 另外2022年20大前先当选党代表又被取消的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航天系统部司令员上洪中将 2013年12月至2016年曾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司令 从当局过往反腐公开的资讯看 那些被查的官员一般都是在早年的关键职位已开始贪腐 而在中共军方的装备腐败中 卫星火箭装备更加属于重量级 当中的黑幕至今未有解态 与李尚福张震忠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共事 王家胜上将传出事 中共的反腐本身是权力斗争 一般会拔出萝卜带出泥 与前数多名将领交集密切的上下级或同事 可能也在被调查之列 比如前火箭军政委王家胜 2009年1月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政委的岗位上 升任总装备部政治部主任傅兵团职 2011年12月任总装备部副政委 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 2014年12月任二炮政委 2015年12月任火箭军政委 从简历看 王家胜 李尚福 张震忠 早年曾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同事 时任中心主任司令的李尚福 和时任中心政委的王家胜 不仅搭档 还是国防科大的校友 而张震忠2016年8月 能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升任火箭军副司令 可能也与时任火箭军政委的王家胜有关 事关军方政委 在干部任免上有很大话语权 王家胜2009年1月到2014年12月 担任总装备部政治部主任 和副政委的六年间 与2011年7月担任总装备副部长的张玉林 2013年10月升任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的李尚福 同是总装备部党委常委 目前已经有大陆接近军方的消息传出 指王家胜已受到装备腐败物案牵连 问题恐怕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任职时期就已开始 然后是二炮 以及后来的火箭军时期 除了王家胜 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李尚福 张震忠两任主任司令 先后搭档的两任中心政委孙宝卫 2009年2月至2013年 和王金忠2013年至2017年 已出任门昌卫星发射基地政委 目前情况不明 郭伯雄将绵恒军插手卫星发射 习近平实质上继承中共前朝贪腐 整个中共军队 即便是经历习近平上任几年大清洗 并在2015年军改之后 主要将官还是徐才厚 郭伯雄 或者是房峰辉 张扬提拔的 这四人中两人已死 并两人被囚 但由于中共专制体制不改 黑箱操作的军队腐败更加隐秘 习近平接力提上来的将领 也是无将不贪 从这一角度看 号称强力反腐的习近平 继承了前朝的贪腐 2016年被判终身监禁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在任期间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 其国家军委副主席职务于2013年3月卸任分管总餐 总装两大块 郭伯雄家族及其亲信已被接走私军火敛财 在郭分管的卫星火箭装备方面 相关腐败也少不了要涉及 被称为中国第一摊的江泽民之子江绵恒 早年在任中科院副院长时 也燃指卫星发射 他曾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神州五号副总指挥 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关系密切 根据中科院的官方网页 2011年9月24日 江绵恒还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慰问 并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及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官员会面 曾管理卫星发射中心的总装备部 装备发展部贪将如云 除了已被抓的一批 军中太子党现任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刘胜 本身就一直有贪腐丑闻 他2005年任总装备部军兵种装备部部长 2007年任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部长 2009年任总装备部副部长 接下来在落马贪将的争相招供护咬中 可能会有更多将领出事 只是当局害怕负面影响 逆而不宣 但军中将士不断见有人失踪 肯定会军心动荡 弄不好会发生滑变 如此说来 尽管习近平威吓不排除对台武统 恐怕自身难保 谢谢收听 咱们